大家好 我是阿Lo 我之前拍了十多集 講解裝修流程注意的事項 由是一開始裝修 找裝修公司 到完成裝修的時候 我一一都會解釋給大家聽 我之前拍了兩段短片 講解水電、電燈、鋁窗的定位 以及怎樣的選材 今天我想分享 燃氣喉怎樣更換的注意事項 燃氣喉其實是跟水喉、電燈、鋁窗、冷氣 一起的施工 所以一開始大家一定要快點準備 燃氣喉其實在香港也有煤氣喉 有石油氣喉 我統一叫做燃氣喉 如果你的家要更換燃氣喉 你就一定要找燃氣公司 或者燃氣公司有排的師傅去更換 你不可以貿貿然找個 隨便一個做水喉 或者做電燈的師傅去更換 因為這個一定是要有排的 先講解一下燃氣錶 其實燃氣錶有新款和舊款 新款的體積會小很多 而舊款的體積會大很多 如果你在家裡裝修 換燃氣喉 你就換燃氣錶去換新款燃氣錶 就節省一些位置 如果你說真的新裝修 而你不換燃氣喉 都建議大家找燃氣公司 換了燃氣錶去換新款 你就會節省一些位置 你就可以增加多些空間 用來儲物 好了 到換燃氣喉 換燃氣喉 首先你要知道 你自己家裡的燃氣電器有什麼 譬如有乾衣機 有熱水爐 還有煮食爐 你確定用什麼燃氣的電器和位置 你就可以約燃氣公司來換喉 我給大家一些建議 其實燃氣錶放在哪個位置比較好 其實燃氣錶我建議都會放在吊櫃上面會比較好 通常要是放在吊櫃或者放在地櫃 我就不建議放在地櫃 因為地櫃其實位置 儲物的空間是比較多 如果你放了燃氣錶在那裡 它壓住位置就不會太好用 放在吊櫃就會覺得 我只是一個角位浪費了個位置 其實就會實用很多 還有你要抄錶的 你平時開了一個櫃門 你看到數字 你才可以抄到大約你用了多少燃氣來計算 譬如你令到那個鈔錶都容易 方便的 你放在吊櫃上面就更加好 通常就在屋外 入到來這個集製位的前段 就不可以改的 集製後那段 你改的位置 大致上改哪個位置都可以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對前計裝修有什麼疑問 歡迎留言給我 再見